佛法对于一切法的解释 它有三个 体 相 用 它的本体是什么 本质是什么 它什么样子 它有什么作用 从这三方面讲清楚了 实 学习的人 听到的人 才有个概念 体是真心 妄心的体是真心 没有离开真心 不过是 把真心迷了 真心能先想 像不是真的 凡所有像 皆是虚妄 包括极乐世界 包括祝福如来 没有例外 通通是学我 所以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们 一切法 这个一切 一切 包括佛法 包括阿弥陀佛 包括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一法在外 这一句全报了 一切法 叫毕竟空 这真相啊 妄想 假的 不可得 真的 也不可得 真的如果有个 可以得这个念头在里头 真的就变成假的了 为什么 没有其心动念 其心动念 就是变成假的了 所以 真我都不能其心动念 不其心不动念 你看到的 真的 听到的是真的 接触到的 都是真的 真是对望说的 相对而说的 望既然没有拿来的真 这就告诉我们 两边都不能知足 知足望 错了 知足真也错了 知足真 真就变成望了 清净心里头 没有其心动念 其心动念就坏了 我们睡觉 晚上睡觉都不老实 为什么会做梦 梦从哪里来的 其心动念 变成梦 那变成梦境 都不明了 不明了 不明了 两边都知足 明白之后 两边都放下 就对了 统统放下 自信不可得 因为它不是物质 它也不是念头 你想不到 不想 不想 他就迷了 想就迷了 随地 修定 定中的境界 正望两边都不知足 事发佛发 一如 不二 言尽思 不其心动念 不其心不动念 是佛 法神菩萨 其心动念 是菩萨 菩萨没有分别之处 尤其心动念 没有分别之处 万法一体 那刚入佛门的 得受用 它还有分别 它没有之处 这是阿罗汉 阿罗汉不知处 有分别 不知处 菩萨没有分别 没有之处 祝佛 没有其心动念 记住啊 修什么 修修这个 在哪里修 在眼镜色上修 在耳闻身上修 在鼻秀香上修 在舌肠胃上修 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 这叫真营修行 这搞啊 能入佛境界 能辽生死出三界 能往生 能挣骨 有没有 能处 我可以 能处